为您邀请到的是厨房的旧集 研究的旧 极致的集 厨房的旧集这本作者许红荣先生 许人自己现在带了一家这个储具 但是他在这本书里面跟我们提到的每一张图片 我都觉得美轮美奂 所以我在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这样的厨房能用吗 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有问许先生 他说为什么不能用厨房不就是能用的吧 那在前一段我们也亲许先生跟我们说了 这个余味可以排除 听起来就觉得好不可思议 那接下来我要的问题也就很简单 像您在这边谈到的厨房的设计 不管是一字型算一般公寓一字型最简单的 还有现在稍微可以做开放厨房 它就用半岛型 或者现在豪宅所谓的中岛型 这个都是还有那种优质型 就或是说摩字型 对啊 摩字型的那个 那当然就更 那几乎就跟家里面的生活融成一起了 那在处理菜肴上头 不管是一字摩字这种东西 在都没有问题吗 我的意思说它的那个设计啊 它的那个 当然因为厨具大概是我们居家产品里面 最最客资化的 比如说您去买一套沙发 那可能你就是到一个展间去挑一套您喜欢的 那去买一个握浴设备也是一个成品 可是厨具不同 厨具有您注意回忆一下 我们亲朋好友间 没有一个人家里的一套厨具跟别人长得一模一样 你说的对 因为它是百分之百客制化的 所以我们主人家的空间条件如何 那去找到一个对的人来规划 然后有那个慧眼 去看到那个空间的潜在条件 它就可以做出一个好的设计 那可是厨具设计有个非常非常大的忌讳 叫做一墙而生 可是现在所有的厨房都是一墙而生 因为你墙上方便要挂东西啊 要摆柜子啊 要摆什么啊 可是主持人我们分享一下 当厨柜一墙而生的时候啊 这个使用者就很辛苦了 他就会被这个动线强迫 他要面壁工作了 那你有更好的建议吗 所以半岛跟中岛 是可以考虑的 面对我们的餐厅客厅 面对我们自来的家人 这只有半岛中岛做得到 那甚至您说啊 我们喜欢看八点档联系剧啦 是 做菜的时候可以看到电视 大家一起分享聚集 多么好的事 对不对 那你再想一个画面 用餐结束之后总是要收拾嘛 那你密闭式厨房谁能帮得了你呢 那谁来帮你压力都大了嘛 那假如说今天是开放式厨房 不管是夫妻之间 亲子之间 大家七瘦八角 收拾很快嘛 而这个爱在这个过程就一直在滋涨了 跟传统密闭式厨房那种亲情的交流 就是完全两回事 可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公寓也可以改成半岛市吗 我的意思 对 就是要愿意舍弃一堵墙 去让自己的生活空间更愉悠 这是一个观念 就是你可能要改变 因为我们大家都非常习惯一墙而立 因为前面就可以挂着挂的 然后上面就是柜子可以摆柜子可以 然后所有东西叫流线一路走过来 这是我们称呼的流线一路走过来 可是会有个很尴尬的画面 妈妈这么辛苦在做菜 结果她是看着墙壁的 那我们下课放学 现在下班之后 大家在客厅可能看电视啦 可能聊天啦 妈妈那个会 然后妈妈的环境声音 永远来自她的背后 是 有点可惜啦 所以现在的厨房设计 可以变成这样的方式 真是好 我们公司的经验 几乎是每一个客人的憧憬 那甚至有些客人 他的空间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 可是呢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房子的梦想 你无论如何就是要帮我想办法 那这个东西啊 十之八九是有解的 那当然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找对人做对事 你这个需求没有找到对的人 没有去看到那个环境的潜力 基本上你找了可能三家五家公司 他也看不到那个潜力在哪里 这个是需要相当的专业 现实跟经验 所以这单单厨房的设计 他就必须要找对这个设计师 因为在我们台湾的教育环境 这数十年来啊 有建筑 有室内设计 那这几年很夯的工业设计 独独勒 就是没有厨具设计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有这个心是不是 就早期大家就师徒传承嘛 可是涂地找到的老师 可能就是老师本身的经验传承 那这个经验传承呢 可能又落后欧美国家那种生活态度 生活美学 有一段距离 那怎么办呢 奇怪 我们去买一套族剧 怎么修论都那么漂亮 可是呢 我们空间给他去规划出来的时候 就不是那个味道 就蛮八股的 就不是那个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所见非所得 那我们今天这本书的 一个呈现 里面有这么唯美的画面 甚至有非常多的案例 跟读者分享 看了这个书我就想 这个是另外一本 漂亮的图画书 让大家觉得好看而已 可是今天许先亚讲 然后我再回头看他书 我就觉得 可能跟我的想法是真的有相趣 它真的是实用的东西 而且您注意看哦 书里面的作品都是实 实际案例 对啊 不是模特在舞台走秀 那种表现 这个都是实际案例 他还把那个厨房的使用人 把它拉进来 然后让他自己写 说他使用这个有多方便 来增加他这本书的实用性 因为这本书 在我们国内的出版界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创举 就一般室内设计的 一个作品的表现 你要征求屋主的同意 已经是完性了 没错 那你要再由业主全家 愿意来投入 投入 投入 甚至用这套厨房 成就一个料理 来采访编辑 那基本上 除了他对这个东西很满意之外 他很乐意跟别人分享 是怎样的动机 愿意当他来参与我们这本书 这个就是一个大哉文 对您来讲大哉文 其实对我来讲很容易 就是这个厨房 我真的觉得好用 是 它真的是我梦中所理想的 你知道一个女生 他带来一生最期盼的就是 有一个他属于他自己 专属的漂亮的享受的 在里面做饭做菜 不会觉得刺烈的厨房 如果徐老师达到了这个条件 大家就觉得 这就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说 厨房不再是厨房 很多妈妈在家里的经济能力允许提升 但是那时候 先生可能在外面开疆辟 为家里辛苦 开创经济来源 那妈妈 除非是双薪 假如说妈妈全职在家里的话 哇 那那个厨房就是妈妈的办公室 那他对这个部分 他是完全投入感情的 他是完全投入感情的 所以一个好的厨房规划 可以替家里带来一个 非常比重的一个使用 所以人家说嘛 无厨不成家 就是一个家就是拥有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呢 假如说美美的可看不能用 这个家已经就是 比较 彼此之间比较疏离 是 那 假如说一个厨房经常性的使用 这个房子的气场才会强 风水也不用考虑 因为我讲到这个 我还要请教一下 徐老板 你的书里面 我知道你也是进口欧洲的储蓄 我们在下一集里面 我要就那个欧洲西方的厨具 跟中方的这个厨具 使用 跟他的那个不同点 要请教一下许仙 因为他从最传统的中方厨具 传统厨房开始 做到今天的这个欧美设计 他一定有他非常多的经验分享 那我只是觉得 这样子做会让大家 我看到里面许多那个白册 那些东西 他们都可以使用得到 都可以做得好 嗯 假如说以别的品牌 为了一个行路美的展现 他去刻意布置 那这个我们不敢讲 那至少以我们自己的品牌来说 我们还是很忠实呈现 所见即所得 那包括我们自己客户 除去交货之后 我们送他一本行路 也跟他讲收纳的方式 跟技巧 那书里面有个非常 收纳很重要 对 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是以往从来没有人提的 叫做区域方块收纳理论 区域方块收纳理论的概念 很简单 同属性的东西集中收纳 清洁区 加热区 整理区 还有定气区 甚至我们台湾的厨房 我们看了不下千百套 最缺最缺的就是私人区 什么私人区 厨房又什么私人啊 厨房又什么私人 你等一下告诉我们 听完歌曲来说 你讲的越来越悬 我确定是在讨论厨房 好马上回来